今天是2023年2月6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讲两宗新闻 第一宗想讲电影《吸十九岁的我的风波》 第二宗想讲中美气球事件 近日香港城中热话一定是电影《吸十九岁的我的》 其实这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是英画女书院的前校长 十年前委托了导演张远廷拍摄 原本有七个英画的女孩 在十年的成长帮英画筹款 这部电影里出门时只有六位主角 其中一位主角之一叫阿灵 他最近写了一篇万多字的文章 他说自己在校内首映后 已经说过很多次不同意任何形式公影 现在电影上了 觉得校方拍摄团队 没有尊重过他的私隐 另一个主角之一女孩阿蛇 她本身患有抑郁症 她因为电影提到她过去的戀情和家人 而引起她情绪问题 她又批评电影团队用狗仔式偷拍她吃烟的片段 在片中短暂出现了单车运动员李慧斯 李慧斯原本不知道自己原来在这一出的纪录片 她在网上写了 她说有粉丝寄给她 她才知道自己的访问在这片中 她也批评电影未经同意 擅自加入了她的访问内容 还说这部电影我不会看 也不会鼓励你们看 令到风波事件进一步炒热了 社会的讨论焦点之一 就是明明有演员说不想这样公开放映 也没有签过同意书concent form 但结果这部电影仍然公开上画 是否校方或拍摄团队的一意孤行 为何可以不尊重演员的意愿 这部电影在2021年12月在校内首映 接着在2023年1月15日更获得选为 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电影 由校内首映至今日 事隔14个月直至2023年2月2日正式上映 结果是因为校方和拍摄团队的做法 引发很大的争议 结果这部电影在2月6日开始暂停公映 张远廷在2月5日晚上 他借票的时候就向受影响的人致歉 又表明人比电影重要 英华女学校前校长记录片发起人 李石玉鱼都出来道歉 但对当时人的困扰已经出现了 事后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很难去评论哪个对哪个错 不过我们纯粹看回这件事 我觉得张导演和校长的处理手法 真是很需要检讨的 我觉得最惊讶的地方 就是这场风波竟然烧到香港政府 为了讲好香港故事 港府在1月27日设立了一个 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 招揽了各界不同的代表人物加入 当中包括了今次 《级十九岁的我的》的导演张远廷 当时有报道说 有网民对小组以推广唱好香港为己任 觉得反感是形象工程 由于《级十九岁的我》 会是后几天公演 他们觉得张导演拍这一部电影 都有同样的目标 就是想唱好香港 很明显这班是网友 所以在网上呼吁要杯葛 又骂张导演因为利益而被人收编 这几天我见到有很多对张导演的指控 已经上升到投共的层次 又将电影的正能量当成维稳 甚至说他借用学生来吸金 更加有一个光头的男人 在戏院当面指着张导演骂他 骂他借小妹上位 骂小妹钱 吃人血饭头地说 类似的说法 其实真的有一些人格谋杀的味道 其实类似这一幕 我们这几年看过N那么多次 黑暴期间有些撑警的艺人 如何被人批斗 有些艺人伤人 回去内地发展 就被黄友诋毁了几多年 公众人物参与宣传香港的活动 或者和内地有关的 有人会引导舆论去追击你 将你当成引火烧去政府的人形道具 这件事其实真的很恐怖 大家想想 其实黑暴过了这么久 最近我们经常说 银笼茶餐厅Kate 最近看到Annie牛肉饭KOL 当日到今天她都很支持警 最近看了她一条片 其实她们都挺惨 你想想她是一个熟食中心对外的店 经常被一些有年轻 有几十岁的黄友 来说出口骂她 我最近见她 有些傻傻的年轻人 只拿着电话去拍她 去挑机她 最终她做到什么 她什么都做不到 她一定要好好EQ 叫警察帮忙 其实警察可以做到什么 那个年轻就走了 我们再看看 张导演她在2月6日早上 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回应 她不断重新 最重要是顾及阿Ling的情绪 需要好好沟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做得不好就要骂 但希望大家 都不要将事件政治化 我们转个话题 来讲讲讲中美气球的风波 做了这么久人 从来未见过有国家 可以这么小学习 我们说的当然是所谓的大国 美国 美国高调指责中国 放了一个间谍气球 中国说明是一个民用的气球 用来观测天气 但因为风势而严重 偏离航线 所以才进入了美国的国境 是不可抗力 但美国继续 吵圈巴闭地不接受 最终将这个气球射下来 这一条击落气球的片 美国流传当然当然很开心 觉得自己很威风 有理由相信 如果美国击落的是中国军机 分分钟拜登可能会出来宣布 全国放假一日去庆祝 刚巧得这么巧 这件事就发生在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即将访华的时候 结果布林肯用了这个理由 做借口就押后了访华 有分析就认为 其实当美国大大声为布林肯访华造势 事前中美两国一定有很多 准备功夫有做的 例如谈一下会说些什么 有可能达成些什么的共识 但布林肯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 可能是反映了中美在港售期间 发现没有东西谈得起 都是无所谓 所以布林肯就用这个事件 做下台阶 甚至借击落气球 来彰显美国的威武 中国外交部 现在就美方的武力攻击 提出严正交涉 看怕所有东西都会变成口水胶 说真的 你以为美国没有玩气球吗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在2022年中报道过 说美国对抗中俄的最新武器 就是气球 说美国军方可以用飞到高海拔的气球 去做不同的事 包括去追踪高超音速的武器 说到间谍手段 有谁威得过美国呢 我们看回历史 美国连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都炸过 有什么做不出呢 今时今日 中美因为一个气球 所有破冰的举动都告吹 反映中美之间的互信 去到多脆弱的地步 今次美国用了极端的手法 去处理气球 开了个很坏的先例 日后美国如果有什么有间谍嫌疑的气球 无人机飞来到中国 中国是否一下子就击落就可以 如果真是去到这个地步 世界大战就随时随地会开打 唉 美国做事不顾后果 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 地球人要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